人心不仅仅被衣服包裹,还被肉躯包裹,要不我们时常会感叹,最难看透的便是人心。 如果妻子你的爱情是假的,她的目的是窃取丧机,帮助她的父亲打败你的父亲,你却深爱着她,你要怎么做? 故事就是这样开始的。 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个富豪子弟,下面是她的字述,从我懂事情我就不缺朋友, 因为所有能和我成为朋友的人们,都可以从我这里得到或多或少的实惠。 原因我的父亲是当地知名的民营企业家,我一直过着较为殷实的生活。 对于在富有家庭长大的孩子,唯一的困惑就是,搞不懂身边哪些朋友是真朋友,哪些朋友是假朋友。 恋爱也是一样,我对那些围着我转的女孩尤其讨厌,因为她爱的是我的钱,直到妻子出现。 妻子的父亲也是企业家,和我的父亲做着同样的生意,一直以来我的父亲生意上一直压制着她的父亲,但是这并不影响我对妻的爱。 在我弃而不舍的追求下,妻子终于和我结婚了。 我不知道我父亲到底是高瞻远祖,还是老奸巨华,因为妻和我结婚后,好几次都要求去父亲公施谋子,父亲都婉然拒绝了,并对妻说,咱们家不差钱,你就好好在家照顾好孙子即可。 我从来没有想过妻子嫁给我,目的竟然不单纯,直到前几天,岳母又来我家串门时,当她和妻躲进卧室时,我站在门外偷听,偷听来的内容与父亲公施的丧业机密有关。 期间岳母还怪妻没能耐,听到她们的对话,我简直傻眼了。 难道当初和妻的相遇都是阴谋? 妻嫁给我压根就是一个天大的阴谋,因为她嫁给我纯属卧底,在我家打探一些丧业机密。 面对一个心机表斑的妻子,婚姻还有必要继续吗? 只是我爱妻,所以我现在有点生不如此。 小编的话,想起一句话,吉人知有天象,或许命中注定妻妻就没能耐祸害你们一家,所以导致结果,妻妻没能成功进入你爸的公私潜伏,且最终还被你看清了妻妻嫁你的真相。 听过商座王和苏达基的故事部,达基虽然貌美,但是心术不正,最终的结果怎样? 你或许爱你妻,但你妻心术不正,如果你不及时抽离,结果将是你父亲辛苦值半的家产,终将败在你手中,然后你妻再找机会把你踹了。 婚姻不是工具,更不能当成阴谋。 你的妻子心术不正,最开始的不忠于这段婚姻,你还有什么需要犹豫的吗?